我们来到南海小堂黎边村 村民们都搬到新村去了 百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穿过牌坊 看见整洁的青石板广场 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这门上的对联表明村里人的价值观 漫步在现今的黎边村 一步一景 步步惊艳 古树高低纬 村外水如环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逐渐在眼前铺开 漫步这条百年历史街区 昔日的风华绝代映入眼帘 左侧各式古建筑相互错落 中间青石板路古运十足 右边池塘碧波荡漾 这里成为黎边古村名副其实的门面担当 黎边村是一个明清古村 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石山小唐镇 村子大体坐南朝北的格局 整个古村面积 整个古村面积约两万平方米 明清明居 祠堂 家庙 府地 书社 等建筑相互错落 黎边村 黎边村由黎东 黎西两个自然村组成 黎西和黎东更有做黎氏宗祠 据说 他们的祖先在南宋贤城九年 1274年由南雄珠基巷迁移至此 至今已有二十多代 黎边村在晚清时期出了两位朝廷大官 一位是黎边村第十九代林延贵 被清廷分为小李宋金菲律宾 李氏 后又受为梁广总督顾问 陆军少将 另一位黎湛之自幼佳平 但聪明好学 于光续鬼卯年 1903年 赴京考试 高中二甲第一名 后成为末代皇帝普尼的老师 离边村声势显赫一时 村内修建了宗祠 南海观音寺等一大批建筑 形成了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的古建筑群 在民国时期 离西村的黎兆桓 与孙中山的儿子 孙科一同赴美留学 后出任全国工商银行行长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门下人才辈出 被尊称为云南海 走进古村 难得见到人里 沿村而行 由离西到离东 各是年轻建筑相互错落 连绵几百米 有不少雕上精美的木刻 石雕 艺术价值颇高 由村边往上走 是一条条古石像 青砖霍尔屋自下而上 延伸至后山 可惜的是 由于长期无人居住 加上历史的劫难 和岁月的摧残 不少古宅已杂草丛生 十分荒凉 拍摄起来别有一番味道 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让我用镜头记录下 这百年古村 留下的痕迹 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博物馆 感谢离边村的村民 把它保留下来 大家跟着我 一起到处走走看看吧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育 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满脸的皱纹呢 满脸的皱纹 支撑中的小脚牙 绕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而养年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啊 门前老树长信仰 月儿泪枯木又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花 藏进了满头白发 记忆中的小脚牙 绕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而养年轻就老了 生而养年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拆命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啊 记忆中的小脚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ort 这里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